社区防災制工 挨家挨戶引导居民疏散 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还会安排富康巴士协助运送 万一有民众坚持不走 则有警力介入强制撤离 刚刚以宜然县东南方44.1公里外海 发生贵时规模5.8 深度15公里之潜沉地震 台北市正度为市级 各位里面拥有相关灾情 可向离办公室通报 因应全球气候异常及台风 所引发的土石流灾害 北投区公所特别举办老旧聚落 疏散避难演习 模拟灾害来临时的各种剧本 秉持防灾重于救灾 离灾优于防灾的原则 希望提高民众自主疏散避难观念 同时提升里林防灾编组应变能力 目前的灾害其实 尤其是强降雨的部分 它其实来得又快又急 往往我们的消防单位 或是区公所的救灾单位 往往必须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到达现场 那我们希望就是 透过演练的方式 来让社区能够自己先行自救 这次演练除了动员北投区消防 警察 学校 医护等单位 还结合任性社区中的 里林防灾志工 总动员人力达100人以上 希望能在公司部门协力合作下 训练出具备最佳救灾能力的 里林自卫队 记者邮箱亭台北才放不到